和高龄的父亲一起赠书 杨顺和娟书要把父母带给他的教育 延续给下一代 他们觉得说你如果书念的越多的话 应该至少在整个人文方面 气质方面都会提升很多 虽然他们书都念的少 但是他们都知道念书的重要性 今晚签证国中校内有个崭新的图书馆 但禁私阅读书宣的成立 让孩子都相当开心 联络部上每天都会写一句禁私语 所以有这个空间 我们就是全部的人都可以了解更多的禁私语 我觉得它是一个多功能的 就是它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纸本的书 它其实有更深层的意义是整个心灵的进化 那大副的话呢 请你在前面拿着望远镜来确认船之前 的前方是否有什么障碍物 靠近渔港的校园 校内还打造直探中心 让孩子模拟在船上工作的情境 也了解海洋科学 它带一些有关于海事科和水产科的实作 让学生能够更产生兴趣 那除了了解之外 他能够看到更丰富的世界 废弃渔网的编织法 然后做出一个环保带 废弃渔网能变成环保提带 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成为孩子的导师 引导他们生根茁壮 大爱新闻新闻 周中高雄报道 并然有学习了 所以我们不继续 在香港的暂时 小的年纪 有 1995 这次是 快乐 感谢观看